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記者 李宗盛 《萬惡守仙如先》 萬惡以淫為首 百恒以後為先 上次提到,我們要珍惜食物,不要亂拋 不要珠門酒肉臭,孝親敬屍 不要埋沒良心,為讀書人 我們借假來修真 我們借假體來修真靈 但這個身體是假體 我們借過幾十年 我希望九、七日見到你們 不奇怪,因為今年八一歲 人有生老病死,時間幾時大家都不知道 別說我看,你昨天看報紙 有個不要說名,有間公司幾千億 竟然爬上去,一走下去掉死 但我在華景山莊一輪跌幾次就跌不死 不過傷了又醫了 很奇怪,我入醫院開刀幾次,又沒事又傷回來 現在九月有機會,希望你有緣見面 有緣千里能相會,無緣見面不相逢 這個緣是很奧妙的 一生都是緣 你找份工作,找得好是不是緣 你找個太太,找得好也不用整天罵你 又是緣 有些是緣 有些是你的兒子,養你也是緣 打老闆也是緣 有些是他臨死前殺了他媽媽死也是緣 這件事很巧妙,我不所知 必定有個因,有個果在這裏 前一趟就說了給你知 奏王就重恨譚己 結果江山也沒有了,成湯滅了他 憂王吾王亦而此 奏王就重恨布斥 好搞不搞呢 布斥經常不笑 他想到被他笑,這些事不要搞 他竟然是瘋火起諸侯 後面的犬蓉那裏 他一笑著瘋火,所有諸侯都救了 大家想想這件事挺好玩 這件事不能玩 一笑著瘋火 所有諸侯都衝得多厲害 嘩,走來救 怎麽不見到他們兩個喝酒作 再見,再見,沒事,沒事 這些不能玩 聲音不太好看 然後鋪斥的笑著 真慘 好像楊貴妃,唐明王那樣 這樣,那它就是這樣 然後笑著 其中一個多九多就好 只玩了兩三次 玩了多一次 犬蓉後面的人,大家都知道她在玩這些 第二次也不來 第三次呢,他又好 第三次,全部都被圍住 杀了周幽黄 东周灭了 结果逃出第二个低位 称为东周烈国志 已经叛逼河山了 为何风火气之后 吾黄亦而耻 吾黄胡参 迷戀细思 游弯了 他说 董卓、吾黄亦因为凋缠亡 大家因为凋缠亡 中了黄云的连环计 父子相争为女人 董卓亦死 吾黄亦没多久都死了 这些贪人不败折把命伤 你做皇帝 应该为国为民 你真是离谱 唐明皇恋是杨贵妃就算了 承相很重要的职位 他交给大佬做 大佬当然做了 满爬满满 满多少钱 结果搞到按陆山作反 去到马提波下 白居也写得好 陆军不发无奈何 满着娥味 马前使 军王 掩面救不得 回汗 血泪伤和流 陈查理说 那些兵跟我说 我们不打 找杨贵妃上阵 找杨国宗上阵 皇帝想作反吗 什么作反 我都说不定兵 他说要如何 杀了杨国宗 你要不要江山呢 他说想想 杀了他 杀了他 杀了他又第二次来 他说如何 杨贵妃 杨贵妃 杀了他 亡壤 杨贵妃 杨贵妃也要杀了他 不是兵不打 唐明王当然不肯 现在的臣子说 江山美人 你要美人 可能不要美人 可能要江山 但要美人 你要她兩樣沒有 江山打了 你也沒有 她也沒有 我們也死了 臣子也死了 不如刺死楊貴妃 現在刺死楊貴妃 打仗是很奇怪的 是講士氣 不是講兵多 精勇士兵 她明天跪在皇上 明天我們決戰 明天我們不用想了 明天一戰我們情願死 以暴君王 安禄山那邊聽到 害怕了 因為她出來了 每個人都要預備死 跟你打 那可止 郭子儀那班人挽回唐朝江山 但是唐朝江山以後都知離破碎了 九天聖母說 因為你們這樣搞法 貪淫敗之把命傷 聞我真經 須懺悔 聽到我說這本經 我一心一意 九天原來是萬聖著尊 你看她的報告 幾百萬年修行 億億劫修行 她就告訴你 聽個真經 去懺悔 不要再做 回頭禁戒姓名鄉 回頭回頭 守戒 守戒 不要做壞事 你的名字就是鄉 一靈 真性先天物 體是動來 正是靈 你叫做靈 是先天給你的 你呢 你因為身體有點靈 你要清淨 不要有情慾遮蔽 有道德 你們在道祖道德經有個說話說得好 人昂常清淨 天地式皆歸 清淨的名本性 清淨的人就有智慧 不讓情慾遮蔽了 你的智慧便現 若果你下五萬被情慾遮蔽了 你的智慧便亂了 你成先成拔及成真 你呢 你看得怎樣靈 剛才郭先生說 粒子 那種靈與宇宙合一 但是你修行到才知道 現在不想說 郭先生要知道 靖空法師說粒子的靈 但現在我不想跟你說 因為大家的程度問題不同 你以為給個空 佛雪講空 你們怕空嗎 空中妙有 霸生宇宙 你以為是空 你世間那些東西 堪穩假慶 有沒有有 但不是永恆的 我看過一百集《通史》 那些朝代變更變了幾個 唐宋元明清 唐宇夏曾祖 北齊北宋 北魏北周 一直都變了 你們有錢 你當皇帝吧 生個阿斗出來也不就沒有 崇禎 朱元璋生個崇禎也不就被殺了 每天都沒有 清朝這麼厲害 做個酸痛給日本人踢 讓你當皇帝踢你 待會 這些不是永恆的 你要練奏那些真靈 朝甘蠍 去朝玉帝 九天聖母想你當官 九天聖母想訓練你 你看他這本經 能夠念 理解 你還是回歸 九天聖母推薦你當官 即使護國與右民 你收到那些靈性 你當神仙 有個職位給你 護國又民 九天聖母對你們幾大期望 希望你們學到 這本經不是很長 你每天看他念他 酒色在氣當寶珍 現在每個人來求聽的人 很多我講經都是 不是說你們 我講了三十幾年 全部有些聽經跟我說 講了那麼多課堂經 有什麼時候講法術那些事 我沒有 你早點說醒我就知道 有什麼咒 有什麼神 有什麼咒 可以唸到錢 我沒有的 沒有這些事情 是收我的靈性而已 我沒有錯 酒色才氣當寶珍 入道是學那些觀音借銀的東西 酒色才氣 六六七情 這句 一句 你穿書萬卷 幾多經典好 但九天原來娘娘 萬聖著尊 不講那麼多 一講一句 六六七情 有什麼叫六六呢 眼耳鼻舌身意 是追求聲色香味觸發 那我是有眼耳鼻舌身意 追求聲色香味觸發 總之不合理的 不合理的要求 所以越有 我告訴你 我和你 不會做得多大惡事 最大惡事的 福報 福報越大 罪惡越大 福報越大 你來勢行善 即得救萬民 做神仙 第二世 你考驗你的靈性 你福報越大 有錢有權有勢 為萬民著想 打如你福報越大 為自己著想 你就慘了 你要知道 所以你看一下 做得皇帝不簡單 他有億億千億富翁不簡單 他前世有修行 但你一迷本性 就慘了 他作惡很重要 比如我打你也沒辦法 我有錢有權 我不用打你 找人打你 所以做皇帝 你慘不慘 我想 除了三皇五帝之外 我想沒有多少皇帝 做得先家 喂 你一個人 三公六婉 你看 長恆哥寫到 三千寵愛在一身 三千公妃 寵愛在一身 楊貴妃說 你年紀大會不會變心 不會 我和你那個電 你看到 七月七日長山段 夜半無人師已是 在天願作彼亦了 在地願為連理之 你天長地久有時盡 此恨綿綿無絕奇 喂 你這個福做皇帝 你應該為萬民著想 你怎能夠寵幸楊貴妃不要緊 沒有理由找他大佬做成相 你隨便找個不識字 找個不知要錢做成相 你用腦筋想想 做得大官 你一級一級上去 一去就做 那就完蛋了 你亡卻先天一點零 吳金子典金剛露那 九天聖母 因為他萬聖自尊 他一講即刻告訴你 不用給你 怎樣 不用給你很多方法 用暗媒講法 直接告訴你 我指你金剛之路 你們在經中 念得多看得多自行明白 在經中你會尋到生路 說地圖給你知 你又不沉又不看又不念 那就沒有辦法了 跟著你因果去 大悲大怨大聖大慈 仁慈救世賜福 射罪大天窗 九天而旅 你不要經常說自己有什麼罪 人生 包括我在外 我知道很多罪 今生沒有做 很多世都做了 今生要覺悟到 一覺悟 慘悔 又沒事 亡覺先天1.0 我看很多經 忘記了哪位大仙說 他曾經說過 跟九天聖母一樣 他說 父母生前1.0 父母生前1.0 你這個肉體 腐精無血 但你人生 又如何靈降到你的身體 不靈 只為結成形 那種靈在虛空 變化萬千 但是 因人 因為有個身體 成形 我和你這個形 老老實實告訴你 你也看過《道德經》 《道德經》 《道德經》說什麼 《道德經》 《《道德經》太上道道說》 吾之患 患有吾身 及吾無身 不可患然 你沒有了身 你的靈性就走 上升地下沉 一燒了就沒有了 你看葉天花一燒 你也不用哭 你那些骨灰也沒有了 殺你江河大地 你怎麼靈呢 是跟你的恩果做化 必定的 這個天地 沒有這麼好處的 必定跟你的恩果做化 成形罩的光明種 一有個身體 我要威水 要有錢 又要怎樣 想盡辦法 偷押改變 做皇帝更慘 你得罪我 我殺你 好像張良 他就慘了 張良沒有事 韓信慘了 即是跟你打江山 一抄抄幾足人 這樣 你知道嗎 江明種 你放下 依然徹底清 你看破放下 那你就清清楚楚了 這點零 這點零 我可以告訴你 是先天給你的 你跟佛祖、呂祖都是一樣的 但為何不是一樣 因為它割了 我們還未割 那佛字為何 佛字是割字的意思 你看那麼多經典 講那麼多經典 九天聖母都叫你割 這個 這個是張良大仙 我曾經問過他 啟示的 我第一次問佛祺 就問到他 你個個問佛祺 就要求錢 我不是問 我說中國五十年後怎麼樣 我還記得我第一次問 你問五十年 二百年前看國中 中國需要二百年了 你看一下 五十年了 五十年後 中國龍 龍龍龍龍也飛下去 真正龍的傳人來了 問誰看得國中風 你都看不到 問些東西 每個人都問什麼時候發達 你問這些東西 所以 後來 他叫我不要離我彈奏 走光了 開了很多機文 給我 教我 我第二天就會說 他給我一句說話 我給你也可以 但你能不能做到 這句說話 潮碎審狼腰 是二三十年的修為 你給我哪一句 我給你也可以 沒有秘密 他不是法術 他長參金剛 佛你滿營 你能夠參通金剛經那本書 佛祖這本經 你對佛祖的道理很了解 你細舊余道 你滿福經論 我讀翻書出身 他說你 你肯做 我看到你 自然會有人找你去講經 我說也好 沒什麼做 研究了十幾二十年 真的有很多道堂找我 在碑眼洞 那裡 我看不到華玉講堂找我講經 我跟郭先生沒有聯絡 他都來找我 現在又在新田地 很奇怪 你們肯聽九天聖母這本經 你真是有出生天之可能 張梁大仙教我 世間無物我追求 世間的情欲物我不會追求 只求一靈永久留 求點靈留在宇宙上 留在大道自然裡 在虛空上 化欲萬物省世謀 這句勢力 他能夠參與這個宇宙的造化 你們有看過《九天聖母的經》 念他的報告 你就知道 九天元女聖尊 萬聖諸 能夠參與這個宇宙的造化 所以他成為萬聖自尊 我們講這些是空口講白話 他真是做到 他信願行 真是做到了 滅了秦王 滅了秦王 打敗項羽 劉邦清帝 他就封侯 蕭河 當成相 那個韓信 就領兵權 走去做小王齊王 韓信是否封侯 那是坐漢 漢初三傑 這位幫他 誰知得到結果是甚麼 他說我不要 我學道 我走 他曾經告訴我 寫出來 怨學神仙 不看神 滅了秦始皇 這個殘暴君王 我不做漢朝的臣子 赤重召我去修真 赤重是有個道家的 叫我去修真 清高 豈可為公狗 公狗 為甚麼你是公狗 上朝怎麼說 願我王萬歲萬歲 萬萬歲 興家拼身 唉 我不做這些事情 衛極公侯 我都讓別人 嘩 所以 張良 你不要留明 《道德經》第二章 怎麼說 回去看看 道書說 我生而不有 惟而不辭 公誠不居 我時而不退 他不要公 不要明 所以永留張良這個大仙 在天上有很大的位置 這些都是元 因為你問中國怎樣 他所以修理你為徒 真正教你 你問福 他叫你勤力點 做事 就回答你 你肯到這樣問法 我想 那些基壇很旺 我問一個開機的一個 可不可以問這些輕道 九成九曰天法 都是問那些錢財 是你不是 所以我沒有問過 不敢問 因為這些是因果 他只是指示你勤力點 這個真的要記住 這個情慾 物慾 你追求 六欲七情 你不是本性 你為著你情慾 名與利 我告訴你 你必定要想辦法 想辦法怎樣 埋堆了嘛 你看看中國歷史 我看過一百集中國通史 一百集一個小時 我知道為什麼 所以朝朝都很厲害 李襄印 白居易 杜浦 康 韓愚 柳中元 他要告訴天子 那些人不太好 那些官員不好 皇上要注意誰誰 皇上喝醉了什麼 好啊 交給丞相打你 原來丞相那幾隻 是他馬仔 是他的親信 所以歷朝 都是被貶的 但是他有益處 為什麼 韓愚若不落潮州 他不能夠成為韓民公 白居易盜牧 不被貶 怎會寫到這樣的文章 所以阿弟伯 寫到天子夫來不上處 直應神是酒宗宣 他流落江湖 寫到有蓋世的文章 所以同時天涯淪落人 相逢何必曾相識呢 在琵琶行寫到 如果白居易做大官 在朝廷重用 有錢有成 他怎麼想這些事情 日日為色情酒獄 誰知被貶貶都和歌女兒哭上來 寫著千秋萬世的琵琶 如果不是這樣的機緣 你怎麼做 耶穌不釘上十字架 怎麼做教主 關帝不是為國盡忠 他怎麼可以 昨晚講論語最後一句 無求生以害人 有殺生以成人 身體是假體 死就算了 那些靈就遷就了 無極老母說 你有道德有羞恥 肯犧牲為自己為別人 你都不用修行你的靈性 已經直接回歸了 那些靈性 我已經說了 九天元女娘娘 是萬聖住珠 我買了它 我買了它 那你都知道了 萬聖著尊寫一本白畫來教法 那些聖賢都要到 開機來稱讚他 這個就是開出來的 在一個很高的宣壇開出來 這本經教你們 那離親誰呢 第一個稱讚他這本經 這本經你要看 九天元女九世真經 看他講什麼 你天天看清楚 你能夠看完這本經 你得到解脫了 你不用看這麼多經 看一本就行 欲皇大帝 道德天尊 即是道祖 稱讚他 九天元女功德眾 力劫救世降九重 九天元女功德很重要 徐姦嶺 他是戰神來的 他是千古戰神 他殺的那些不是普通人 你入了他殺的那些 很威衰的 是大摩來的 你偷斗領一號那些 你不會抓你的 那些很重要的 那些能夠害到天下蒼生的 你偷斗領一號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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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奸大奧 補人軍 這句 亂神賊子租橫禍 你是亂神賊 害天下百姓害到很重要 突然間你會橫禍 騎馬掉下來 掉死了 你偷斗領一號那些 你偷斗領一號那些 你不是偷十言八戴的事 你能夠害一個國家的人民才能動你 不是普通動你的 這種人動了之後 死到陰屍、救沉龍 死了之後、殺了之後 靈性還要入地獄 九天元旅說 遮探、群泥沛 負義忘恩貝聖仁 做人最慘的是 忘恩負義 違背聖仁的教訓 迷衣酒色若狂顛 聽罷真經,須懺悔 九天元旅都給你一個機會 你聽罷真經,求懺悔 我現在懺悔,不再做了 你要怎樣? 孝敬雙親,崇聖言 孝敬父母,要敬聖言 莫貪醜,莫貪財 忍氣時事,既在懷 有什麼事就不要發脾氣 要忍辱 你聽過他說話沒有? 忍一時,風平浪靜 退一步,海闊斷空 有時的事情慢慢地解決 不需要職格那麼緊要 給他一個時日 躺有貪親,恥愛慾,任以察悔的徒業 我們收到的人,要除了這件事 要不要有貪真之 貪是貪明、貪理 真是為何? 讚你就笑 話聲你立即發脾氣 痴是癡人說夢話 那你修行什麼呢? 有人問你 你在華浴講堂,學了那麼久的經 學了六個詞就可以了,答到了 我隨卻貪真之 我守戒定位 戒就是戒條 就是忘了道德那些不要做 定力 你引誘我都不做 這個就是智慧 你如果不是 沒有戒定位貪真之 不斷口說 懺悔都沒有用 難途疾病禍前面 難途 因果報應 很多病 前面力 但能眾經全懺悔 自然清吉福綿綿綿 你能夠重經 將這些經來念一下 這樣清吉福綿綿 我下次也要 一個禮拜也要練三兩天 他們說 是懺悔以前的 今生的宿業 清就只有我在景山莊 我住就夠清淨 身體 年老多病 那些人說 這些是肯定的 氣管 糖尿 前列腺 換句話說 他說你 清淨的福 希望能夠 自己所學幾十年 能夠現在有幾個道堂 講多三幾年經 千萬不要講求福 這樣可能會求到 聖明多幾年 現在都很高年齡 八十一歲 有學生 我寫生日寫一篇給他 寫首詩給他 我寫給你 人生八十苦來欺 今時以國古稀年 若問餘生何所願 還想不想發財 豪洪洋道德 我心愛蓮 哪個蓮 蓮花的蓮 蓮 蓮 出於污泥而不厭 但是有機會 講道家的周敦如 給你知 水綠草木之花 可哀者甚凡 進途冤兵 讀哀曲 治理堂來 世人愛茅丹 為何愛茅丹 花之富貴 唯有年出於污泥而不厭 唐後鮮有民 個個都不喜歡 但是愛年 一年就可能求到真底好一點 講了幾年經 你說我要真底好 享了幾年福 我一定求不到 這個是有的機會 我教你 我講這個機會給你知 若果你有病 辛苦 你念他這本經 他會考慮幫不幫到你 你一念他會聽到的 有些人問我 說他開副機 有幾個道堂問我 呂祖來我的道堂開機 那個人又說 來我開機 誰來你道 我問呂祖 呂祖說我不想解釋給你知 看你解不解得 他說千江有水就是千江月 照大地 那種零射下來 江河水太平洋 都一個月亮 你故鄉明月又是這樣 太平洋的明月又是這樣 可以 真是無所不在 世人怎樣解釋 就離我到 因為你有個身體 我認為是為甚麼 我認為是為甚麼 他一起念 一聽他的聲音 他就知道 我又不知道 因為他為甚麼 他入了虛空 沒有了一個情欲 他回合先天一氣 你看 那個氣 先天一氣 道氣長串 那個氣很重要 這個氣 九月回來講 袁主天尊說 他講這本經給你知 有人說 袁主天尊你的相多漂亮 多好 多莊嚴 你真是連學道都未明白 我先天一氣 化身萬丈 你說我這個象 漂亮 那你是觀音男還是女 不是男不是女 一段靈是教法 有個形象而已 你不要執著觀音 是女人來的 不是你 他是佛來的 不過他自己 叫自己做菩薩 八隻 想接近你 你知不知道 西方極樂世界 有兩位菩薩 一名是觀世音 一名是大世智 能去極西方極樂世界 根本 你們和先佛 本事同根生 有兩位菩薩 但因為下來了 有個形 有個形很慘的 也很難怪 我和你求情 要吃飯 被人罵我痛苦 我告訴你 你知道 被人罵得多 都痛苦 你能夠無視 當而笑 是祭公的佛做到 我都未做到 告訴你 你不讓我講而已 可能你 聽 講做不到 聽過做到 未定 不是呀 你不要當我是呀 你真是做到一氣化身 民時觀音 保元菩薩 讚美他 萬聖著孫 那本書一出 聖言就要讚美他 民時的智慧 觀音的慈悲 保元十大怨 《愚女救世著真經》 《仁慈護國際良民》 《忠臣孝子祈購請》 《職駕長運降壇亭》 《愚女》這本經 根本 她的願力大 中華必定復興 到時機 一會兒我告訴你 請九天元美下來 必定會興到中華 不過時機就會成熟 護國際良民 是護國大天尊 忠臣孝子 要忠心 是孝順父母 《愚女》就會到幫你 《愚難悲難》 《迪吉情長》 《孝子仲子經》 你不孝父母 五亦父母 念這本經也沒用 重大罪 因為百行孝為先 以前我們的天子 選擇賢神 自古賢神出了孝門 連父母也不要 即是說你本身已經很有問題 那個更加離譜 自己死就殺了父母 真是慘 就算怎樣也好 做人都有智慧想清楚 父母曾下令 你為父母求受 你父母求到 可能因為你孝 家族從子經 合家保平安 行人從子經 徒勞保安平 周全佩子經 波浪即吉平 書生從子經 虎磅定標明 雙人從子經 利路定亨通 婦女從子經 嚴慰者美容 那為何我念到又不是呢 因為你本身又不是真誠 你所求的東西不合理 前緣又前身的罪大 所以你求不到 但你要懺悔 要修一論很久 不是立即拿到的 你要修行你自己的 不是唸唸唸唸唸到沒有的 如果這樣一份成十年 我去訓所念 如果一本書便唸了唸唸唸 ker 不玩 就是可說 你能説這個程度 考信父母 專徑師長 禮懶連齏 那你就 會有機會 得到 你未經幾班韓etz骨 你怎麽會用不 SEÑ 你唸不到 要修行才有 他也說 但雖生行心無 我告訴你 你真的要實踐這樣做 你的心很仰慕天理 切勿心就違背了 我有災難了 我唸不唸 你為什麼 連菊世音菩薩立即行 救夫救難無觀世音菩薩 天羅臣地羅臣人離難難離身 一切災殃化為塵 天法為什麼唸不到 你已經陷入因果報應 你沒有修行誠懇是不行的 這些助理 所以你有個因 如果個個是這樣的 一不間拿一本經來唸就行 這本經就說 你得到就是經文仔細尋 不是拿著這句 遇難避難 敵吉情長 一爛就沒有了 你不要這樣想 他也說了給你 新行 最難是信願行 你看了這麼多年 佛道經 讀了這麼多書 都能進入地獄 因為你的行為沒有做到 因為你的行為沒有做到 枉讀聖元書 你的行 所以他說你 新行 吾注真經為救世 我寫這本經是想救世人 目的就是一樣 廣道嚴浮世上人 這個嚴浮是世界的人 世界的人 這個是凡文 但誤蒼生心早誤 你真是要誤到 佛講覺 道講誤 覺誤 希望你們 覺誤了 念我的經 看我 昨天講孔子論語 孔子講 你們 為仁師表 做官 為國為民 一生清貧 走回我孔子之道 禮義連此 修身齊家 治國平天下 這樣 你不用歸於我孔子 我自圓的位置 帶你回來 孔子講 你不用歸於我都行 但你歸於了違反的道 如果是貪污 好像做官 公務員 如果是貪污 你就坐一年 我坐十年 因為你自發犯犯 就是罪加一等 你看看 現在 今天的報紙 看到那個 有個 手相 在家裡搜到 十幾二十億 那些財寶 他說 他要打藤 他說 這麼老就算了 我真的不明白 沒有錢是慘 是慘 你要這麼多錢 為何帶不走 各位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錢 你有幾十億身家 你給十億八億 你兒子都吃幾小 你放在銀行吃息 慘 那幾百億身家 走到法庭打官司 打到他媽媽說 媽媽 今年多少年 一九幾 二零幾 記不到 這些官司都打了 你這樣 是不是亡腳先的一零 你唸九端如女的經 哎呀 你怎麼唸 所以我真的說出來 你說我口業好 不口業也好 你真是要實踐 要實踐 他說 你真是要做 你真是要做 你真是要cu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